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温度 欢迎您来到考古公开课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那节目一开始 还是首先来欢迎我们的四位学员 欢迎各位的光临 借着百年中国考古伟大的发现 跟你一起来梳理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那今天我们要到哪个时期呢 先来看看我们四位学员的装扮 做一些提示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聊到的这个时代 被称之为是中国饮食的一个转折点 那我们今天中国人的很多饮食的习惯 我们的口味 甚至于我们烹饪的方式 都能够追溯到这样的一个时代 所以来小王你觉得我们到了哪个时代呢 我面前有三道这个美食 其中有一道就是东坡肉 这东坡肉就是用苏氏苏东坡的名字命名的 所以显而易见这是宋朝 小苗呢 自然而然肯定是宋朝了 我这身装扮呢就是大家经常看的宋朝的那种电视剧里面 装扮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如果是宋代的话 宋代有哪些好吃的 宋代人的饮食是一种怎样的场景 那我想这些问题也是大家特别想了解的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三位专家 跟您来聊一聊 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们 欢迎各位老师 有请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齐东方教授 齐老师您好 第二位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赵东梅教授 赵老师您好 您好 第三位是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孙健老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我想先请教一下赵老师 我们的学员都说我们来到了宋代 您的观察呢 那我想请两位同学出来 中间这两位吧 我们这个服饰做的可真讲究 两位穿上这样的宋朝服饰打扮起来的时候 比如说让你带入一位古人 那你觉得你是谁呢 宋朝最有名的女诗人就是李清照了 我觉得如果让我带入宋朝的一位大师的话 我最想带入的就是苏氏 你们这个帽子 就我们男生戴的这个帽子 你知道叫什么吗 这个我不太敢叫 老师他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福头 福头 对福头 其实是从鲜卑帽发展而来的 当然那个发展历程我们就不说了 现在比如说 比较流行的电视连续剧 比如说清平乐还有孟华路里边 你看大臣们在朝堂还有皇帝 他穿的是那个直脚服头 但是两位今天的这个服头 其实都是胶脚服头 苏氏大概率不会戴这样的服头 因为胶脚服头似乎是演艺人员戴的 今天我们讲到宋朝 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说到宋朝 然后说到苏东坡 马上就想到我们小王说东坡肉了 赵文跟我们说说东坡肉 跟苏东坡到底有没有关系 怎么回事啊 苏东坡呢 他被贬到黄州之后 他在这个猪肉送里边 他说黄州讨猪肉 嫁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食 贫者不结主 就说那个有钱有势的人 他们是不愿意吃猪肉 但是穷人呢又不会做 所以就需要一个曾经贵过的苏东坡 他吃过 他有品味 他知道怎么样煮 他发明了东坡肉 所以才成就了这样一道 我们用千古名菜来形容 也不为过 如果要讲解苏东坡的美食 我们专门做一个系列 叫东坡美食地图也不为过 完全可以 但我们今天其实要说到这个宋代 宋代给我们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从饮食的角度来讲 有人认为宋代是中国饮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 我们在美术作品当中 比如说像《清明上河图》里边 有卖羊肉的店 有饭铺 有酒铺 有这个面馆 就这些好像都能够让我们真实地捕捉到宋人的饮食的影子 齐老师 那这个宋朝人到底吃的是什么呢 宋代的这个饮食啊 主食呢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这个小麦和稻米 从这个时候甚至更早 一直到现在始终是我们的主食 但是宋代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把这个主食做的花样特别多 如果我们看这个什么武林旧市啊 或者是东京孟华路啊 嗯 那里边提出的那些当时的那些菜的名字啊 包括主食的名字 比如什么麻团 豆团 汤团 水团 什么蜜糕 糖糕 乳糕 蜜糕 这是主食 那副食呢啊 就是水果多 水果 蔬菜多 肉食多 其中还有一个叫调料多 嗯 这个饮食就完全不一样 西老师提到了东京孟华路 赵老师来跟我们说说 东京孟华路里边怎样记载 宋人的饮食呢 怎么吃 吃什么 东京孟华路里边谈到宋人的饮食的话 它其实包括一年四季 就是从正月初一 一直到来年的 就到了除夕 在每个不同的节令的时候 其实都有节令的食物 比如说端午节 比如说七夕 另外如果下馆子 其实有什么 有大酒楼 有食店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卖小吃的 它的饮食业提供的这种服务的层级 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就是你只要带着钱和嘴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吃不到的 孙老师来跟我们说说 刚才两位老师描绘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形象 在宋代的时候 这个主食的变化有什么 主食跟就齐老师说的差不多 南北方有一些差别 比如说南方是以米稻为主 北方肯定是宿卖为主 但是难度之后 把北方的很多饮食习惯 也带到了南方 甚至说像扫鱼羹这样 本来就是来自于东京变量的 结果要做到临安去了 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是 宋代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商品化社会 或者说近代城市的曙光 就是跟之前的城市结构不一样 咱们现在说的城市 就是说以前都是礼坊制 就是一到晚上半夜的 像北京要大吃蓝 就是都要把这个胡同都要给拦起来 是没有夜生活的 到了宋代是有夜生活的了 你可以夜深灯火上帆楼 它就有很多的像赵老师说的这种 提供不同档次的大酒楼啊 小酒铺啊 就是它这个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商品社会 唯唯市民服务的一个社会了 所以市民呢可以在这个里边 享受到前代 很多享受不到的这种美食和生活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清明上河图上 这样一派繁华的景象 谁能提个跟清明上河图相关 你最想问的问题 几位老师 有没有跟饮食相关的场景啊 比如说这个宋朝的时候 有没有像外卖小哥这种行业呢 这个文献里头有记载 其实家里头也可以一样的 而且当时可以那样 就你叫外卖之后啊 它用银器给你送的 不是现在我们的塑料的字的啊 不光可以送到你家 你还可以呢 明天再还回去 这是有清清楚楚的记载 所以那个清明上河图里头 有外卖小哥 如果我们从考古的角度来看 那宋代为我们留下了 哪些我们今天能看到的 考古学上的证据 来代表着宋代饮食繁荣的 这样一种景象呢 这么说吧 如果是我们到博物馆 或者是我们随便翻书 你就会发现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到宋朝以后 器物的造型变化特别大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就是和当时的食品丰富有关 咱们来看看大屏幕上这几啊 这都是什么 这十一少部分 你比如像那个碟子啊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各种花形 而且每种花形都是有所指的 说什么花就是什么花 还有那个斗笠形的啊 就像倒过的一个草帽一样啊 但实际上不只是这个啊 一个遗址里头就会发现 十几种不同的样式 这和以前不一样 它背后就是反映了 当时饮食发生的一种变化 齐老师 军队里头赏赐的时候 还有银碟 也是这类的东西吗 对 就虽然呢 它是可以流通的了啊 当然主要流通的还是钱 这个本身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器皿就值上百两 所以在考古发现里头 你比如说很多教堂 就有大量的金银的饮食器皿 这个在其他时代很少见到 这两块花像砖是什么 一个是冲米的 那叫对 这个是辣墨的 这个反映当时这个宋代的 这个饮食生活吧 虽然这个东西都不是在宋代有的 但是在宋代呢 有了很大的发展 特别是那个墨 因为有了墨之后啊 才能够把那个麦子 加更除了细面 才能做出像那种细面做的东西 这怎么工作的都是女同胞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其实不光是这个 在壁画里头 我们还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你把宋代和前面的时代 后面的时代进行对比的话 你就会发现宋代啊 女性从事这种做饭的这种场面 特别多 这一组都是女性啊 你看她们是像那种地位很低下的人吗 不太像 她们的那种打扮 所以能有这种打扮的人 说明她的这个在宋代的时候啊 这个社会地位啊 不是很低的 甚至呢 可能是一种高薪阶层 这是宋代的一个特点 唐代 汉代 其他时代 这种做饭的场面 很少有像宋代啊 竟是女性 特别是那个做鱼块的 就做生鱼片的 我们现在经常做生鱼片 所以呢宋代有一种叫鱼块 就是说要把这个鱼啊 切得非常细 非常薄 因为要生子吃嘛 所以这个当时能够做出 这种生鱼片的这个鱼块的这样子 那是高级厨师 宋代的肉类上边 是不是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种类呢 跟前代比的话 宋代的老百姓的吃肉 或者说市民阶层的机会 远远要比前代要多得多 那当然也一样 比如说耕牛啊什么的这种 还是禁止 从北宋一直都是以吃样为主 它难度之后 仍然也是吃羊 但是除此之外 鸡鸭在南方当然更多了 水禽类 也包括鱼类 这个野兔 甚至做剥侠供 这些都可以做得到 那您提了一个词叫剥侠供 对 听得懂吗 不太懂 火锅嘛 这是拿兔子肉啊 这是兔子肉 兔肉火锅 为什么得这么好听一个名字 切成薄片 水开了之后往里头放 那可不是剥侠供吗 你看看 宋人的生活 你们读书的话 宋代很有名的话呀 苏文淑吃羊肉 苏文生吃菜羹啊 你要想入室当官的话 能吃肉 就要把苏式的一门的文章 好好读 如果读得不好的话 只能吃菜了 入不了室了 接着我想感受的是 刚才孙老师也说到 难度之后 那到了南宋以后呢 整个的这个社会政治生活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个对于南宋的 后来的饮食文化的影响 孙老师先来跟我们 做一个整体的描述吧 那幅图是我们南海一号 发掘里边出的这个秦类 因为这个还有一些呢 就是罐子腌的这个蛋类的 植物的果核啊 包括椰子这样的一些 有冰榔 也有冰榔 因为这条船是整个捞起来的 所以所有的这个扎土啊 我们都做了水洗跟筛选 这样得到了大量的这种植物 它这个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是什么呢 因为出海啊 在这个长期的高温环境下 没有冰箱 你带的肉肯定就坏了 所以它就会什么呢 我干脆就带这个活物上去 在船上我养这个一龙鸡 一龙鸭 这样呢隔几天吃一只 它又不会坏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反映的是这种情况 这个生活的方式 实际上到今天的渔民 90年代的时候我们去南海 仍然在船的两侧和后边 都是一龙一龙地挂着鸡鸭 因为海船它长时间航行嘛 就比如说从中国的东南沿海 要到东南亚 它要开40多天 甚至更长 对 一般的人关注的 都是船里边出那个什么金啊 还有那些瓷器啊 是 但是这个我想更重要 它反映船员的生活 这个东西你要把它运到外国 就这个航海的时间会很长啊 你船员怎么在上面生活呢 因为这椰子啊 椰子补充的水分 饮料 而是里边含糖 哦 这是人体必须的 要不长期航海是不行的 还有这个咸鸭蛋啊 我们现在讲叫富士啊 人的身体不能够没有盐分 所以一定要补盐 航海是那个海水是不能够的 所以你看这个里头有盐 那里有糖 又反映当时船员的这个生活 所以这个孙老师他们这个发现 我觉得特别地重要 因为我们过去都想的是那个 发现那些那属于船货 嗯 贸易的货 嗯 这个是生活 这个齐老师刚才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研究方向的问题 对于考古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关注器物 比如船货 陶瓷 这个贸易的产品 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通过工作做细致 我们可以关注到一种生活形态 对 在宋代以前比如说唐代的时候呢 通过海陆来划经商和贸易的呢 基本是以外国人和外国船为主 李赵在《唐国诗谱》里边呢 就曾经有过记载 说是南海国外国船员 但是宋代是中国人去了 他们用另外一种生活形态 就是在海上要有一定数量的人 一百到两百人 要有一定的时间 四五十天在一起共同生活 那就像一个聚落一样 是一种生活的形态 没错 我们过去在看到历史文献记载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所谓的帝王将相的历史 但是我觉得考古的实证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像这样的发现 它其实还原的不仅仅是活生生的历史 而它还原的是生活在历史当中的人 我觉得这种对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 他们的形态组织方式 还会让历史真正的活起来 对 这才是我们真正有切夫的这种温暖的 我觉得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一种温度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 知识含量太丰富了 给你们四位学员 你们既然都是从宋代来的 咱们现在就回到宋代 台上会有很多瓜果蔬菜 我的提问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在宋代 那么眼前的这些瓜果蔬菜 你认为什么不会有 来 你 你 两位 不会有 全好了吗 全好了 我们来看看啊 您先说 我这儿拿了一个焦白 这个东西属于我到现在 在日常生活中 好像都没有怎么见过 你可能没坐过家里 但是你应该在外边吃过 对 焦白炒肉 洋葱 因为它的名字里面 带了一个洋字 很有可能是后来传入的 从西方传入的吗 我也不知道 下一个 接下来是一个猕猴桃 它的理论很有意思 咱们听听看 它长得比较洋气 这题属于是蒙的 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 好 你来说 首先我坚决反对猕猴桃 我认为应该拿回去 猕猴桃应该就是中国的 下一个 然后 我第一个放进来的是土豆 土豆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洋芋 对 带洋字的多半应该是从 国外传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传下来比较晚 在宋朝可能没有 这个属实是感觉 长得不像咱们本地菜 不像本地人 不像本地人 所以我就把它拿起来了 这个是我猜的 然后下一个 那我给你一个线索 其实你吃的很多菜 都跟它有关系 比如说生菜 生菜 铜蒿 贡菜 油麦菜 罗马生菜 包生菜 其实都跟它是同一种菜 这老祖宗 真的吗 对 你还觉得 好吧 把它请回去吧 把它老人家请回去了 你还能反悔 然后下一个 我拿出的是豆芽 这是黄豆芽吧 应该是 对 黄豆芽 这是黄豆芽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最早吃的五谷里面 就有黄豆 但是 好像没听说过 这个远古时期 人们吃豆芽 有这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出现的应该会比较晚 在宋朝可能还没有 好 来 咱们放在这里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答案到底是什么 你说我帮你拎 土豆是肯定 宋人吃不到 土豆是对的 加一分 掌声 洋葱 洋葱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洋葱没有问题 然后 苹果吃不到 苹果 有意思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苹果到底能不能吃得到 吃不到 中国过去有一种 因为和苹果长得比较像 现在也有 叫什么沙果 各地那种小 小沙果 对 那个实际上不是苹果 这种苹果 引进到中国 所以 这个宋代是没有 正确答案 还有没有 土豆 这三个吃不到 剩下的很多是外来的 但是 到宋代的时候 已经都有了 老师我特别好奇 那个豆芽 豆芽 什么时候出现了 豆芽有记载 有记载 有明确记载 东京孟华路里头就有发芽豆 它记载的是说 东京孟华路除了那些大宅子以外 还有一些大杂院 那个大杂院卖的东西里边就有这个发芽豆 其实 就是这一桌子菜的 如果你看中国的饮食史的话 你会发现 古代中国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 不断有外来的食物种类进来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接下来呢 其实就到了宋代 更重要的一个话题了 现在咱们一说吃饭 是说 咱们去炒两个好菜吃 这个炒啊 饮食学者 考古学家说 炒在宋代以前是没有的 哦 蒸煮为主 对 蒸煮为主 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啊 齐老师能先跟我们说说吗 炒菜是在宋代出现的吗 其实要是严谨地讲啊 是在宋代流行兴盛起来的 早期不是一点没有 比如像奇名药书里头就记载啊 就是炒鸡子 而且它讲得非常清楚 是吧 当然是用的一个铜锅吧 然后呢 放上油 放上鸡蛋 直接提到放葱 和我们现在几乎是一样的 那不就炒鸡蛋吗 对啊 然后呢 唐代呢 有这样的记载 说什么呢 说这菜做得好不好啊 没有火 这个给人理解就容易是炒菜 是 但是这个时候肯定是不流行的 真正流行就是送的 有一点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好像只有中国有咱们这样的铁炒锅 对 他们那个南海一号里头有发现 孙老师跟我们讲讲 那个 在我们的船上也发现了非常多的这种铁锅 铁锅有不同种类啊 有带饼的 就是我们的炒勺 带耳的这样的也有 也有没有的 这个炒菜锅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铁锅 这个铁锅呢 它放上油 再放上蔬菜 放上肉 就可以炒起来 所以火候啊 就可以炒出千遍万化的这个菜 因为可以肉 可以蔬菜 可以肉和蔬菜加在一起 然后呢 根据这个火候时间 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菜 所以有了这个炒菜以后啊 这个中国的饮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这种薄底的铁锅的出现 薄底的铁锅啊 它可以快速加热 特别是加油做煤芥之后 就是整个的烹饪就改变了 不是熬煮了 为什么这个炒菜迅速地会成为主流的烹饪方式 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跨时代的意义 过去有一句话叫什么 功欲善其事 是 必先利其器 要想做出炒菜 必须得有铁锅 对 没有那个铁锅的发明 炒菜是不行的 春秋战国时期不就有铁了吗 对 但那时候主要用它做武器 做工具 做农具 到宋代以后 大量地用于做炊具 这是不一样的 宋代被认为是开始用煤 还有一个就是冶铁技术 对 就是您说的冶炼的技术 和冶铁技术的提高是关系很大 因为铁虽然在中国发现很早 利用时间也很长 但是宋代是个飞月 我们现在考古发现 就是这个宋代的冶铁的遗址 是最多的 这北京大学在福建发掘的这么一个 野铁遗址 这里头有矿洞 有那种那个炼炉 这个满地都是炉渣 这是一个 在河南 河北 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宋代的野铁遗址 宋代铁的产量非常高 按照这个七霞先生 这个宋代经济史提到过 大致是在7.5到15万吨 这个数字非常大 这个数字的话要到欧洲应该要到了1700年前 好像达到这个数字 它的变化第一个是燃料的改变 第二个是野链技术的改变 科技的就是说或者说生产力的进步 其实在宋代还有一个就是植物油的 廉价的植物油的大量的产生 这是第三个重要的变化 对 所以我们就有油了 您指的植物油是哪些品类 其实植物油包括麻油 包括油吗 菜籽油 芝麻油 然后还有 胡麻油 胡麻油 就这些油 当然这些油其实油之前就有 可是我觉得是要所有这些因素碰到一块 才会发生作用 不同的坐标轴终于汇集到了宋代的这个点 赵老师讲到了这些变化 其实它的背后是整个政治经济生活 包括物产的所有的这一切的变化 那么饮食这些的变化倒过来 对于整个当时宋代的社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推进的作用呢 这个里边就是涉及到一个经济和人口的问题 就是在两宋时期 中国的人口其实在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有一点难度 但是整个的人口的一个态势是在向上发展的 就是到我们看宋代的城市规模 超过50万人以上的城市是非常多的 然后经济也要有一定的发展 比如我们说的另外一个问题 宋代的筑钱 宋代的筑钱量 那一潮就比整个明朝都要多 宋朝的税收 那到清代才能达到这个水准 所有的综合的因素都才奠定了 就是宋朝这个人的文明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 就像陈英雀先生曾经讲过类似这种话似的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你各方面都是一起的合力 您提个问题 我们都说这个唐朝它是最繁华的一个朝代 那么我这儿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宋朝跟唐朝相比 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炒菜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新的饮食文化出现呢 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呢 哪位老师跟我们讲的 这个唐朝里面有 东坡肉 这个不是炒的 这叫烧 对 这个在唐朝就有这种做法 但是没有东坡肉 你不是说宋朝人吃到的 唐朝人吃不到 太多了 炒的还不许说 那我们只说苏东坡 苏东坡还有一个菜根付 也就是那个时候 它也是被扁了到那个地方 没什么吃的 人家给它点蔬菜 它是大美食家 然后再加点米 怎么炖 炖的就特别好 这个肯定在唐代没有 这苏东坡发明的 还有这大文豪写一个 不讲平色的那个顺口溜 说是这个无竹使人俗 没有竹子使人俗 无肉使人瘦 瘦啊 不熟又不瘦 没有 竹笋焖猪肉 太好了 那个竹笋焖猪肉 现在在南方也是个名菜 现在很好吃的菜啊 名菜在宋代呢 这个一方面有融合 另方面呢 就各地发现了这个不同 所以文献里就有清楚的记载 说南方人爱吃咸的 北方人爱吃酸的 然后呢 城里人爱吃淡的 乡下人爱吃甜的 当然这个甜不一定指着 完全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甜 也包括新鲜的 这是有清楚的记载 而且北宋也有记载 就是不同地区呢 它有不同的这种口味 而这种口味呢 和物产有关 环境有关 和传统有关 所以在宋代的这一点 就已经开始 比较清楚了 在唐代好像没有 这么明确的区分 这是一个口味上的差别 那就是说从饮食上来讲 跟我们今天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我是觉得 如果我们回到宋朝的话 除了这个衣服不太一样 没有很高的高楼 如果你比如说 逛街的习俗 然后还有就 吃喝玩乐的这个习俗 你都会很适应的 就你想要的东西 那里都有 我们回到宋代 肯定适应度会比较好 就是它跟我们 今天的近代社会 就玩近代话 有点说 非常像 如果你再往前 你到唐 或者说到汗 你真的会很痛苦 吃不到很多东西 而且做法 基本上就是熬和煮 各种调味品什么 都会差得很远 你会很奇怪的 宋代的人 既讲究情趣 又讲究情调 因为我是 主要学习研究唐代的 但是让我研究 也可以研究唐代 让我生活 我愿意到宋代 说到宋代的 这幅美好的场景 当然我们不能一看到这些 就真的穿越回宋代 真的成了吃货了 不要忘记 宋代还有非常风雅的一面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这是叫宋人的四大雅士 宋代人的生活 其实它是非常典雅 非常内敛 追求某种极致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 焚香点茶跟前代相比 在宋代也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它有什么特点 这个四大雅士 其实也叫四大贤士 把喝茶 焚香这些事情 上升到一种赏鱼文化 就不是人们生活必须的 但是它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把它变成了一种 咸雅 风雅 一种文化的境界 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些 考古资料当中能看到 咱们先来感受一下 这个是考古发现的 大家知道 宋代有一个有名的女士家族 吕大林 吕大坊 吕大坊当过宰相 然后吕大林写过中国第一本 这个叫考古图 这个书 这个女士家族不得了 他们的这个家族墓地被发掘了 发掘以后 这是那里头出土的 一小部分东西 这些就是当时喝茶的 怎么喝呢 那个图里头 其实有画得很清楚 最主要的是 点茶和唐代不一样 唐代后期有 但真正流行起来是在这个宋代 那么点茶出现最重要的是 工具上有两个东西 这个桶上有 一个叫茶险 还有一个就是汤瓶 你看那个人手里拿一个汤瓶 那个时候的喝法呢 就是把这个碾碎了这个茶末 稍微加点水 然后呢 给它做成叫茶膏 放到碗里 多的话就放到盆里 然后呢 拿这个汤瓶往上浇水 一边浇 一边这个在里头 搅 这个就是点茶 所以呢 你看唐代 没有汤瓶 当然也不会有茶险 有了这个之后 就会出现了一种叫豆茶 就大火笔 看谁做得好 上面那个叫茶拖 上面那个茶盏 这个叫扎豆 把一些茶渣啊 到时候放到那里 吃饭的时候也用 就是宋代的垃圾桶 对 对 差不多吧 就这么漂亮 桌上的 然后底下那个叫泽 有人叫茶勺 把那个茶放到里 不光是垃圾桥 还有一个叫泽 凉也 就是你多少 放多少 它本身还可以要凉 所以它比较平 这个呢 胡呢 就是带瓦 有流 就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从饮茶 点茶风俗出现以后 变得多样化了 最早是胡平外来的 在唐代 那时候和喝茶没关系 因为宋代喝茶 和唐代不一样 它有三种方式 一种叫 煎茶煮茶 还有一种就叫点茶 另外呢 散茶出现了 就和我们现在 这种重泡差不多 而这个呢 又一直影响到现在 所以宋代这个 在茶文化方面 对后世的影响 要非常大 虽然我们过去说 唐代有一个叫 陆宇的茶盛 但实际它那套 饮茶方法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宋代的还一直延续到现在 中间左边的这支盏就是 剑盏 这就是宋代的饮茶的方法 然后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饮茶的习惯 导致了宋代的茶具 气具发生了变化 对 说完茶说酒吧 宋老师 从目前出土的器物来看 宋代的酒文化也呈现一个兴盛的状态 咱们现在说的酒 起码来说就我们发掘的器物来说 我们认为都是没有蒸馏过的米酒 这是南海一号出的吗 对 这是很明确 酒 邓 邓 邓 也可以 酒邓是什么东西 因为当时出海的时候 酒实际上是也可以作为一种饮料和液体来喝的 就是说因为你出海的时候带淡水 很容易就坏了 但是酒不容易坏 也可以提供热量 特别是像米酒这样的 所以在当时的文献上也就讲说 这些人在船上换食酿酒 所以在船上的生活其实也挺丰富的 所以船上我们发现这样大量的这种酒具 也是正常的 而且很有意思 它这个罐子都是做了隔山的 就是它这样把它套在里边 更不容易损坏 而且外边很多外边还包了有主楼 就是这样便于你挑 它移动防碰撞 在航海生活当中 这也是中国的这种酒 起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作用 赵老师 宋代人的饮酒会有一些什么特点 或者说酒在宋代又出现了一些变化 宋代一个很重要 就是国家对于酒的争确 占国家财政收入一个占比 是大大的提高了 就是征税的部分 对 专门的部分 看着 你看着 这些不错 他是有些啊 在古脑 Joe 我就 说 早 可 快 快 政之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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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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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水汽使用的 而且这个的装饰风格 其实很偏这个 阿拉伯跟西亚那边的 波斯的那种风格 外销品 对 外销的 你们有什么问题 要跟老师交流一下 我有问题 来 刚刚我们聊到了茶嘛 对吧 烹茶的器具等等 唯独没有聊到 这个宋朝人烹的是什么茶呀 是跟我们现在 什么蜜桃 乌龙茶 普尔茶一样的吗 对 这个问题问得好 是红茶 白茶 黄茶 我们今天喝的散茶 是在明太子 就是明朝初期 废掉了这个团茶之后 是直接冲泡的 就种类上来说 现在喝到的茶 基本在宋代都发现了 所以你看那个书里头 记载那个茶的名字 跟这个食品的名字一样多 也出现了一些 著名的产地 北方的茶可能都比较晚 山西海藻茶 那中条山中出茶 你能想象吗 但是在金朝就南宋的时候 金朝的皇帝就很生气 因为什么呢 因为茶导致金朝的这个 大量的外流 所以他想要在淮北种茶 可是不行 种出来那些真正茶的消费者 是不买账的 还是要去南宋 喝南宋的茶 明白了 好 下边 老师我来吧 武松在景阳岗喝了十八碗酒 那他最有可能喝的是 什么种类的酒 这十八碗酒放到现在 大概是一个多少的量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我可以回答你 咱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放那个图啊 会有叫斗笠斩嘛 就是那个嘛 这我量过 它的尺寸 口径 上面的口径是十二厘米 是吧 差不多一厘 整个高呢 不到四厘米 然后呢 我请这个人专门啊 给我计算过 按照公式计算的 能装三两酒 三两 武松喝了十八碗啊 这个十八碗酒 现在的这个酒气 是基本上可以明确的 虽然不同的形状 我测了好多种啊 那个东西不能吃饭的啊 那个吃饭的话 那有点太小了 太秀气了 是吧 所以他就是喝酒的 没有问题 那你想啊 他那有三两 武松十八碗 实际你算起来啊 也就五六斤酒 那时候的这个 酒的度数啊 当然这个不同的酒房 量出都不一样啊 大体上在10度左右 因为那个发酵啊 那时候那个发酵啊 它那个酵母到了一定度 就不再这个工作了 所以你量出高度酒 是很难的 所以那个武松喝那个酒啊 问题不是什么 太了不起 宋代呢 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或者分水岭 还有一点 一种饮食的形式的变化 也是出现在宋代的 赵老师 是的 宋代以前实行的 基本上是分食制 就是一人一份 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 举案齐没举起来的 那一个案子上拖的 就是一人份 这是分食制 宋代开始实行合食制 合食制就是我们大家 所习惯的吃饭方式 把所有菜都摆在桌子上 然后大家有转没转 反正大家就分食这个桌上 所有盘子里的东西 那是因为什么的改变 导致了这个饮食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改变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 就是学者们通常是这么论述 就是说 从宋代开始有高桌大椅了 就是你可以垂足坐了 垂足坐之后 那有一个比较高的桌子 另外还有一个缘故是说 宋代的食物更加丰富 比如说如果要分成一人一份 那就分得很复杂 所以比如说十个盘子 八个碗 十个碟都摆在桌子上 然后大家就一块吃 就这个意思了 主要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食物种类的丰富 所以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上 所看到这样饮宴的场面 更多的其实都是这种 就有点像今天 大家一起会餐的感觉了 就大家下馆子 比如说我说 散场咱们一块去吃饭 那说的就是这种合食制 大家喜烟不查 可是这个东西 并不是中国古代 历来如此 是从宋代才开始 就跟我们今天的生活 几乎一样了 是 咱们来看看当时的场景 有些壁画 齐老师跟我们解读一下 这种高桌高椅 我们现在发现 在北朝时期有 但是都是在佛像里面 真正出现这种高桌高椅 现在能够看到图像 是晚囊的时候 到宋代以后开始流行了 以前都是席地而坐 席地而坐都是挤 这个呢 实际上这不有暗吗 老师左边那是跪在椅子上吗 就是最开始出现的高桌高椅之前 有了这种椅子 就得比较大 过去不是在床吗 就在上面 所以他也 他嘴巴还全 也可以这么做 也可以这样垂下来 来咱们看下一步 你看这个是五代时期 你看那个人不也是吗 虽然有了这种高腿的这种凳子 但是还那么做 但到宋代以后就很少了 宋代以后高桌高椅 就开始普遍地流行起来 是 所以这个变化非常的重要 起居生活方式的变化 迎来了很多器物形态的变化 甚至器物上的文样装饰的位置的变化 比方说 我们现在看到唐代的器物和宋代的器物 唐代器物有很多器物的花纹在外表 到宋代有很多器物在里面 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 唐代很少有在里面的 但是宋代以后里面都有 为什么 人的起居生活方式变了 它的视角也不一样 所以它就影响到很多 另外你比如说 有了高桌高椅 才有在湖坝等长 活动方便了 席地尔座是贵座 甚至这个变化 是整个中华民族 整个生活的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 怎么理解 比如书法 大家都知道这个书法 你看是不是在宋代以前都是大字 到宋代以后 有的慢慢有小字了 甚至还有迎头小凯 席地尔座你给我写迎头小凯 写不了 所以影响了很多 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 艳影的一个场面 而这幅画为什么非常有名呢 除了绘画本身 大家研究之外 它最重要的把当时人们得吃饭的这个情况 还有喝茶和喝酒的这种场面 非常直观生动地表现出来 底下这幅画如果我们看书的话 可能有这些解释说是喝茶 其实不完全是一半 这边左边是喝茶 右边是喝酒 然后那个呢 可以叫会食啊 或者叫合餐吧 可以 应该是合餐与分餐相结合 大家没到一起 但是自己是自己 那我讲当时这个制度啊 宋代这个宴会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事 有一种叫看菜 不吃啊 嗯 先上来 但是不能吃 等到喝酒的时候再上那种菜 我们现在在一些高级餐馆也有啊 放一个东西 所以当时有的人不懂的 一看这个就吃 吃结果被人家嘲笑 嘲笑这是有记载的啊 就有看菜 这是宋代人的这个这个特点 另外的这个话还能够反映出来 刚才赵老师讲过 宋代人的宴会有 当时有一个机构 叫四思六局 就是现在就像管家公司一样 承办各种宴会 包括官府的 而且呢 不同档次的 人家很专业啊 谁是配菜的 谁是摆东西的 谁是负责器具的 谁是负责做菜的 最后呢 还有 中国人特别讲究喂 一吃饭啊 谁坐在哪 大家知道唐代有个最有名的叫 整座位贴 大家光注意他的书法了 内容呢 不就是因为座位的问题 所以通过这幅画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 当时这个宋代啊 就是和前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而这个我随便开玩笑 这就是四思六局的人才能够干出来 很专业 而且你和里头那摆的 我想那里头就有看财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 就相当于今天的高级定制的餐饮管家式服务 我们今天讲到了宋代啊 其实用一期节目的时间 我觉得远远承载不了 宋代所达到的这样的一种 繁荣和灿烂啊 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 齐老师 就是宋代的这样一种 经济的繁荣 对于整个餐饮 文化的发展 它起到一种怎样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餐饮文化 本身就是一种富足 经济发展的象征 人类社会都是那样 先吃饱 然后吃好 然后吃出情调来 最后吃出文化来 是吧 所以呢宋代的餐饮 就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一种文化 这也是饮食的 最终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赵老师 我们知道一句话叫 苍脸时而知礼节 那这样的相互之间 您觉得它对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 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相对而言 就是我们学宋史的人 最常引用 就是陈寅雀先生那句话 华夏民族之文化 立数千载之眼镜 造极于赵宋之士 后见衰微 终必复正 宋代其实如果真的是论中华文明 它相对而言 当然它比如说它军事上 可能不像有些人爱好的 那么向外扩张型的 它跟周边的民族是和平共处的 但是它在文化上 它自由包容 有一批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 有一批新人 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 这是上层 然后其实在下层 我觉得还有一个 因为和平 因为长时期的相对的和平 朝廷和社会之间 有一个相对而言的一个 比较宽松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代就呈现出来 我们看到的那些美好的面向 孙老师 和我们相比较而言 您可能是最近距离地 能够触摸到宋代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常常出现在您脑海里的宋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能跟我描述一下吗 可能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我可能更多接触的是海洋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 就是我只始终在讲 宋代是以中国人为主 或者说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 哪怕到了郑河 到了明树 郑河的航海 所有的范围 仍然没有超出 宋代中国人的范围 就是在海外航行的范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时代 但是不管怎么样 也不能跟今天相比 如果从我们对于宋代的了解 或者说如果从我们想到宋代去看一看 去感受一下宋代的饮食的角度 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去发掘 需要我们去了解的 我们今天的四位穿越而来的学员 我们一起向三位老师表示感谢 宋代是中国饮食文化成前起后的非常重要的阶段 丰富的食物原料 高超的烹饪技法 商品经济的高速的发展 这些都极大的推动了食物上的精益求精 让各种各样的美食层出不穷 而饮食文化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状态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跟你聊到这里 谢谢三位专家的到来 谢谢我们的四位学员 感谢各位的收看 考古公开课下期再见